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国科会主委吴正中日前表示,预计明年启动精创计划,通过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该计划为期五年,其中科技预算在第一年核定为新台币120亿元。 吴正中表示,晶片驱动产业创新,在未来十年,全世界各国家地区应都会来做,因为晶片与生成式人工智慧加起来,会驱动下一波时,依、依、助、行、欲、乐的全产业发展,台湾要在这潮流中扮演世界要角。 该计划包含四大方向。 第一,鼓励公司或学研机构利用晶片与生成式AI技术,发展各行各业的创新解决方案。 第二,透过升级半导体设备与教材,让台湾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晶片人才培育环境。 第三,协助产学研加速发展意志整合与先进制成技术。 第四,因应未来对创新与资金的高度需求,邀请全世界的新创团队与投资机构来台发展。 吴正中进一步谈及半导体人才培训海外基地。 他说,德、法等欧洲国家希望与台湾开展半导体相关合作,但台积电区、海外建厂没有100亿美元以上是不太可能,因此对中小型国家地区而言较有难度,而IC设计就会有机会。 吴正中表示,一些初阶的培训部分可以到其他国家地区设基地,偏向中高阶的则要与台积电、B积电等制造公司合作。 基础建设方面,吴正中指出,半导体中心、工研院、半导体学院的设备必须要能跟上业界脚步才能训练人才。 吴正中表示,希望经创计划可以吸引更多国际优秀人才,让台湾成为国际创投基金投资的重点。 近期,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KT Hobbs正在与台积电讨论先进封装的有关事宜,试图拉拢台积电,在美国投资,再建一座工厂。 不过,封测供应链认为,台积电在美国设置先进封装产能,并不符合成本及经济效应,对于公司、客户、终端来说,可能都是弊大于力。 目前,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4奈米晶圆厂正在建设中,进展顺利,预计2025年量产,并且未来有望推进至3奈米制成。 晶圆制造完毕后,须经过切割、封装测试才可以生产出成品晶片,因此单独一座晶圆厂是不够的。 业界人士认为,将先进封装产能搬至美国,可能有点多此一举,只能是为了配合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将先进晶片本土制造的要求。 首先,在美国建厂成本高昂,尽管台积电先进封装毛利率高于一般封测厂,但仍不及晶圆代工业务,利润率更高。 如果将产线搬至海外,等于还要培养新一批先进封装团队,这些都是成本。 此外,美国当地是否拥有具备相关经验的人才也是一大问题。 据了解,台积电近期在台湾竹科铜锣园区圈地,规划设立先进封装晶圆厂,土地占地面积约7公顷,预计2026年底建厂完成,2027年第三季度量产。 而位于竹南的第五座封测厂,AP6,据叫SOIC等3D封装与晶片堆叠等先进技术,目前这一厂房空间未满,若在海外新增产能,对台积电可能会增加新的负担。 此外,业界分析,目前晶片抑制整合已成为潮流,一颗晶片可以集成不同制成工艺的晶圆,通过先进封装技术整合在一起,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如今,大多数晶片还是在台湾生产,为了高端晶片,就将成品晶圆空运到美国进行封装测试,显得很不合理。 与此同时,美国半导体补贴规则的核心条款出炉,业界说,厂商若要申请补助的限制,多数符合先前传闻与市场预期,对于相关讯息,台积电对此也没有进一步评论。 美国商务部9月底发表新闻稿提到,释出实施两档晶片科学法案,关于申请补贴厂商的两个核心条款,禁止受补助者在未来十年于受限制的关注国扩大半导体制造能力,禁止受补助者在受关注的外国实体进行某些联合研发,进而确保国家安全。 相关受关注的定义包含,被死实体清单列出,与清单上的中国军工综合体等。 回顾先前,市场就传出,涉及将限制申请补助厂商,在中国扩成熟制成,依据厂商投资金额,可取得投资额度当中5%至15%补助单一项目,不超过30亿美元,不可使用补助摆库藏股,以及涉及营业秘密保护等一体。 先前在今年3月,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出席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会员大会受访时提到,有些限制条件没办法接受,还要与美国政府讨论,希望调整到不让台湾厂商营运受到负面影响。 记者当时追问不满意的部分,刘德英则说,会直接跟美国谈,大家都有接触,希望调整到不受负面影响,台积电的成功也会是美国的成功,不希望让营运受到这些负面影响。 当时,刘德英并未明说,没办法接受的条件为何,台积电也对细节保密到家。 但另据了解,台积电美国投资申请晶片法案补助的意见癥结并非涉及中国厂区扩厂限制相关。 业界推测,是其他涉及营业秘密保护的项目,如申请者需描述相关生产的客户或客户类别,终端市场应用的前十大客户资料等。 另外,台积电美国亚利桑纳州晶圆厂建厂进度落后之际,日本厂工程相对顺利,使台积电以日本为生产基地的前景日益乐观,不仅考虑扩增产能,还打算兴建第二座晶圆厂。 不过,台积电则回应,强调台积亚利桑纳州晶圆厂,在雄本兴建中的晶圆厂,以及将在德国建造的晶圆厂,三者在厂区地理位置,建制规划和规模均不一样,就本质而言,无法相比。 台积电表示,亚利桑纳州半导体晶圆厂专案,代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它建成时,将成为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施。 这是台积在美国第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也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 消息人士透露,在日本,台积电对在九州建立晶圆制造中心充满信心,渴望如期于2024年开始生产成熟制成的晶片。 消息人士说,台积电正考虑增加产能,并在日本建造第二座晶圆厂,生产更先进的晶片。 在亚利桑纳州,台积电计划在当地生产先进晶片,但因缺乏专业劳工,不得不将投产的时程,延后一年至2025年。 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认为在日本工作文化上较能契合,和官方交涉也容易,补贴也大方。 消息人士指出,台积电认为,日本劳工耐于长时间工作,对雇主忠诚度高,较愿意接受不时得加班的繁重工作安排。 台积电强调,台积拓展全球制造版图是基于客户需求、市场商机、营运效率、政府支持水准和成本经济等多方面之考量。 目前,台积投资的地区都是为支援客户需求,并应对半导体技术长期需求的结构性成长。 以赛亚调研机构副总经理说,台积电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互利的。 他也说,对于晶圆制造商来说,日本具有晶片设备和材料供应商的网络、工作文化的相近,以及与接近台湾的地利等优势。 经济产业省官员表示,京产省已提供台积电第一座晶圆厂,高达4760亿日元,折合32.3亿美元补贴。 在他们看来,台积电对在日本投资相当乐观。 尽管需要先了解详情,但他们非常欢迎增设第二座晶圆厂的计划。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